FocusGuy裡面最重要的就是所謂的路徑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PowerPoint裡面的投影片 跟他投影片 只不過這個對FocusGuy來講 他因為只是經過一個地方 所以他把它稱作就是路徑 不叫投影片 那麼我們馬上來試看看 我現在回到這邊來 像我現在在這邊 一個、兩個、三個 如果你以PowerPoint概念 請問這三個 是不是等於三個都是獨立的投影片 請問你如果我把這個刪掉了 這裡刪掉了 那跟他們兩個是完全沒關係 但是我們在FocusGuy裡面 他只是一個路徑 所以各位還記得嗎 我剛剛在這裡有一個PDF 在這裡是把它放大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今天假設我是真的把這裡的內容刪掉 那麼這裡的內容就會不能不見 因為我單純就是只有一個東西而已 你只是看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所以呢 這個是第一個大家要注意的 調整順序是我不用講的 因為按著它往上下 都一模一樣 都跟PowerPoint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那我們要來看的就是說 你今天 你要怎麼增加投影片 平常的話呢 你在PowerPoint裡面增加 大家是不是可以選擇 那個看是用那個標題投影片 還是要那個內容投影片嗎 還是什麼圖表投影片 這邊有很多種 我們這裡也有很多種好嗎 在這邊看一下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這裡它就有分 矩形的、括號的、圓形的、隱形的 預設就是隱形的 那一般來說 其實我也比較喜歡用隱形的 因為你既然用這個 就不希望怎麼樣 很清楚的就是一個框框嘛 那為了方便大家看 我先用標準的、矩形的 好 我就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點雷同的感覺 有齁 那你就看你要放在哪一種類型的 直接加一個 好 它就進來了 有沒有 好 這邊就一個 好 一個投影片進來了 那 因為呢 它是有框框的 所以這邊會比較明顯 這樣清楚 那麼 你只要把你要的東西放在裡面就好了 比如說我要增加文字 我就來這裡 看你要增加什麼文字內容 把它點進來 我用這個好了 來 點一下 在這邊 那你大小的那些我們剛剛講過的齁 在這邊我就把它設定好 就設定好看你要什麼顏色 它基本上有一些樣式你可以選擇 好 那不夠大你就剛剛的方式齁 大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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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文字的部分 然後呢 我再找一個圖片把它放進來 OK 好了 這樣解決了 所以呢 你現在外面這裡有個框 有沒有 也就是說我現在放的這個圖就在這裡面 那麼現在呢 你看我從這邊 一個 兩個 有沒有就進到這個框框裡面 對不對 好 但是有一個要留意一下 這個框框就是我們會看到的範圍 如果呢 你放在框框裡面 基本上 這個 放在框框裡面的話 你這邊移動 它應該會跟著動 不過我現在不確定 為什麼這個沒有跟著動 如果沒有跟著動 你可以在裡面一起動 就是 變成我要一起捲起來 標準的是 你放在裡面的話 當我脫衣這個外框的時候 它就會跟著動 就會跟著一起移動 那 這是第一種方式 就是你透過上面這個 直接用 它本身呢 有六種方法 有六種方法 可以新增投影片 那你一定說我算數不好 對不對 上面明明只有四種 因為 除了這四種 還有一台照相機 有沒有看到 那這個是什麼時候可以用到呢 你看喔 我們在剛剛提到的 如果你是類似像PDF那種處理方法 我有時候 我可能是同一個畫面 但是我稍微移到旁邊去 這個時候在PowerPoint的處理做法 就是你要再另外增加一頁 但是在這邊不用 你可以這樣子 像我在這裡 好 在這邊 那我如果呢 我覺得 我有需要讓它過來一點點 因為我要講這個主題 我請它過來一點點 或者Rooning一點 有沒有 我放大一點 好 那你過來一些 過來一點點 好 這個 雖然是屬於同一個 剛剛位置 我就直接用拍照的 這樣可以嗎 我就把這畫面拍起來 拍 你看下面這裡 剛開始先講這裡 然後呢 講完了 雖然可以放大一點 對不對 這個是 以往你用PowerPoint做是沒辦法做的 沒辦法做這樣子的 這樣了解 你也可以像我們在這邊 在這裡 我今天只看到這個對不對 我想要怎麼樣 我拉旁邊一下 我想要看到它 又看到下面這一張 那我就看 我大概那個Rooning 這邊還有另外一張 我放大一點 好 這樣子 這裡我要看到 我要同時看到兩張投影片可以嗎 可以啊 拍下去 有沒有 所以會拍照很重要好嗎 你要哪裡就拍哪裡 它就自動進去了 順便提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新增的這個YY的 請問YY的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對不對 點到它 有沒有會自動擺陣 也就是我們在移動過程裡面 它事實上這個路徑就會自動擺陣的 但是我跟你講 有些人就喜歡YY的 請問如果你要一定要YY的可不可以 可以 你就Rooning一下 要這樣歪歪的是嗎 拍照 它就會歪歪的 它不會指的 也就是平常你這張投影片的時候 不管你歪在哪裡 因為投影片本身可以旋轉 你看我點到它 這裡 點到這個 我本身是可以旋轉的 有沒有 但是就算我轉這樣子 我們進到這裡的時候 後面這一張 也蠻會自動轉正 剛剛這個是用拍的 因為你剛剛歪的 它就是歪的 這樣你了解 你拋透了 你也不會幹這種事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試試看不一樣的方式 對啊 你就會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 這樣有沒有介紹五種的 那還找哪一種 還找那一種 其實我剛剛在PDF有介紹過 也就是今天如果 好 往後退 再找一張 好 你看 我在後面這裡 我找一個物件進來 好 我把這隻丟進來 OK 那大小呢 自己調 重點來了 如果我想這個物件 我就是一頁 你直接看旁邊就好了 有沒有 旁邊有個這個 一個那個 按一下就可以了 這隻貓獨立 就會獨立 變成放到可示範圍 所以你是文件也好 是圖片也好 有沒有就OK 文字也可以喔 所以如果你是哪一段文字 我覺得這段文字 有需要 有需要 這文字應該不夠 所以 在這裡 圖的 比較OK 這個 這樣點一下 它就把這個 變到 在這裡 有沒有 就會自動承開 但是貓尾巴沒辦法喔 因為它站在那裡 所以呢 你要把貓尾巴來 我就把它拉開 請問這樣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為什麼 縮圖 它暫時還沒有更新 可是呢 你的貓 因為它跟著你的物件走 對不對 這又跟 泡河是又不一樣 泡河如果這樣 你就完了嘛 你應該知道 在準備業是你的功課 哈哈 所以 蠻好玩的 它用這種方式呢 你就可以做很不一樣的 簡報的設計 好 這樣對它的路徑 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那麼刪除的話 基本上 如果你把這裡 請問我把這裡刪掉 這隻貓會不會不見 蛤 你覺得 這一個路徑刪掉 這隻貓會不會消失 不會 不會 真的不會 你應該有聽過 那個大禹治水吧 刪過家門的不入 他只是不經過他們家而已 可以嗎 哈哈 了解 所以我今天把這個投影片刪掉 請問貓還在不在 還在 當然他也可以選擇 就是你要刪除的時候 連裡面的物件一起刪 但是預設只是刪掉的時候 不經過那 那麼 你看過這樣之後 我怎麼知道 就是我們以後簡報播放的順序 你看 在這個上面 有沒有發現都有這個號碼 看得到嗎 有齁 所以這就是我們投影片左手邊 有沒有看到這個號碼 這樣知道的 你就可以很清楚 我是 因為你現在是很大張 很大張 所以你 第幾個經過這裡的 那個投影片的號碼 就在上面 這樣 應該各位就會比較熟悉一點 好 好? 好嗎?